工作 知道吗 我不跟你聊聊就这样 拜拜 回来了 秦总 我 我帮你 我帮你 我跟你说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背叛 无论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但是在外人看来 你都是我们秦家 是我秦松平的太太 我希望你不要给人家机会 在背后说谋坏话 如果我发现 你做了对我们不利 伤害我们秦家的事情 你就不会给我发工资 是吧 您好自为之吧 怎么这么小气 我 我去看看奶奶了 妈 那么晚你还没睡啊 我在等你 妈你有什么吩咐呢 以后有这样的酒会 我希望你主动提出不要参加 那没问题 其实我这次就不想参加 是奶奶硬让我去的 别拿奶奶来说事 你以为有奶奶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 妈 妈 你以为我利用奶奶对付你啊 那你就完全误解我了 我跟奶奶的关系好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其实你想要奶奶对你好 你也应该把她当作好朋友哦 比如她 喜欢听歌 你可以有空唱歌给她听啊 你们的关系就会有改善的 这个我还需要你来教我吗 我不是教你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她很喜欢吃薯条 奶奶叫我了 我们下次再聊啊 来了 李总 对于我们目前签下的 几分一人合同 天马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好 这代表秦松平 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这正是我要的结果 就这样下去 等到关键的时候 我给她致命的一击 好了 还有什么事吗 你们去忙吧 美芝 待会儿有个记者 想要来采访你 记者 好 李总 听说 最近您也开始投资影视了 而且 准备跟天马集团 分享贺岁当的票房 这事是真的吗 贺岁市场 本来就不是天马集团一家的天下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再说 这几年他们的贺岁电影 也不是狠卖作 那是 不过 天马集团 可是个老牌公司 您有把握赢吗 好 好 李总 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新片的内容吗 这是个商业机密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的事 这肯定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好影片 一定会的 那我可翘首一带了 不过 不过我听说天马集团最近有大动作 尤其是这次贺岁电影 好像有大赛团的资金支持啊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是吗 那我预祝他成功 好 李总 最后一个问题 您对秦松平和那个歌星方紫衣的绯闻怎么看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您该问他现任的太太 你又没换杯汤了 昨天我要帮奶奶的房间大扫除 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帮您换了 你把责任推到奶奶身上 不 不 不是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我的房间必须每天打扫 不要找借口 是 那我马上帮您换吧 还有啊 既然你可以扫除奶奶的房间 那你就顺便 把我的房间也大扫除一下吧 现在啊 怎么 好 没问题 对了 花园的草已经很长了 难道你没看见吗 知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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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快走吧 要晚了 奶奶 我来了 我先去忙了 妈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 做所有的家务呢 不如这样 你把那些保姆请回来好吧 我 我就是要他知难而退 我没哄他走 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你以为秦家的媳妇 这么好当他 可是奶奶很喜欢他 奶奶老糊涂了 我可没糊涂